市中广东前三级的GDP达到了7.84兆人民币位居第一 江苏和山东分别是列第二和第三位 尽管粤苏鲁三省是继续稳坐前三名 但是江苏和广东的差距是在逐渐缩小 同时山东与江苏的差距却逐渐拉大 感染率也是增加了14% 同样是令人担忧 而在意大利呢 单日新增确诊案例再度是创下新高 但是民众不满罗马政府封城宵禁 与警方是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成为新的疫情危机 这是什么为您整理的最新消息 再来看到法国 巴黎警方在台湾时间昨天晚上的时候 先是接到了炸弹恐吓 加上在观光景点凯旋门的附近是发现了一袋子弹 因此呢决定要疏散巴黎凯旋门 与艾贝尔铁塔附近的民众 周边的地铁站也一度是疏散关闭 不过呢在当地时间下午五点半左右 一切都已经恢复正常 有任何最新的细节 我们会随时为您插播报道 接下来看到美国费城再传出 警方射杀一名持刀的飞翼男子案件 由于遭到枪杀男子的母亲 事前已经告诉警方男子的心智异常 没想到警方依旧是开了多枪当场击毙男子 来看一下当时民众目击的画面 但是呢我们会持续为您观察 它会不会发展成一个台风 不过今天台湾整体的天气如何呢 今天呢北部和东北部的观众朋友呢 要好好把握今天最后一天的好天气 因为晚上开始东北风又要增强了 水气又会再一次的变多 今天呢白天桃园以北 还有宜兰地区花莲高温都可以到25到27度 其他地区高温会在28度左右 中南部这个高温更是可以达到31到33度 相当的温暖 不过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 要特别注意不要感冒了 而且呢沿海地区的风浪也还是比较大 要特别的注意 今天白天的天气其实不错 看到定量降雪预报图 今天呢大概就只有东北部的地区 还有基隆北海岸 以及大台北的山区 还有东半部到恒春这边 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 有些地方甚至是零星雨而已 那看到其他地区呢 其实天气都相当的不错 多云稻晴 不过到了晚上东北风开始增强 就要开始变天了 北部的降雨呢就会比较来得比较大 而且呢雨区的也会 范围也会再更加的扩大 不过呢今天中南部空气品质 一样是不太好的 我们看到这张图哦 其实竹苗伊北呢一样 空品是算是还不错的 都是绿色的 但是呢中部啊 还有云嘉南以及高平地区 都是亮起了橘灯哦 所以过敏族群的观众朋友 要特别的留意 不过呢明天东北风增强哦 空气品质就会逐渐的变好 那刚刚有提到今天晚上东北风就要增强了 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看到一周天气走势图 今天的白天一样是秋高气爽好天气 但是要特别注意哦 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哦 因为像是中南部呢高温就会到33度 但是夜晚的低温还是大概在24 25度左右 到了晚上呢水气会开始增加 所以明天北部的气温就会明显的下降 高温只会剩下24度左右 礼拜五甚至只有22度 而且北部空旷地区 有没有看到这个低温甚至会到16度而已 而且呢桃园以北东半部都会是有短暂震雨 不过到了礼拜六呢 其实水气就会开始逐渐的减少 礼拜天东北风就减弱了 温度又会再一次上升 最后天气关键字提醒您 今天水气增加哦 北部和东部偶尔会下一些零星 或是局部的短暂震雨 中南部要注意哦 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哦 早出晚归加一件外套吧 沿海地区的风浪也比较大 海上座椅的观众朋友要特别留意 最后呢中南部今天空气品质一样不太好 过敏族群的观众朋友出门还是戴上口罩吧 以上就是这节气象资讯 让您出门上班上课穿衣服有参考 被一名方姓男子 昨天晚上遇上了蓝简却不停车 沿路是逃到了华江河滨公园 汽车再往新电锡跳了下去 两名远警为了要追人也跟着跳水 结果遭到嫌犯压头吃水 最新情形 年轻记者林玉君 凌晨12点多的时候 台中大力区中心路和现代路口 发生了一起一辆轿车和两辆机车对撞的事故 其中一名20岁的机车骑士呢 当场是摔飞数公尺 伤众意识混乱 还一度不愿意就医 电线记者蔡余山 接种流感疫苗 已经爆出了四人死亡 而且不良事件是累积了76例 这上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指挥官陈时中 昨天晚上七点也亲上火线 表示呢 这四名的个案 死因都是常见的心血管疾病 和疫苗的关联非常的低 目前也没有证据显示 死亡是流感疫苗引起的 通报案也都没有异常 因此会继续施打疫苗